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怕耳闻起来 你告诉他 我只是被囚禁 我没有事 让他千万不要担心 我 我进去叫他名字 他也不答应 我估计可能是耳朵受伤了 这位官员 小人奉命来替您看诊 这位官员 这位官员 顾建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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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是 正是 我耳朵伤了 听不见 真卖吧 你现在听我说 让他们不要忘了 现在官家只是沈温波 却没有对潘儿和永安陆下手 也就是说 官家现在只是心酸怀疑 但是却没有真凭失去 最初 是雷晶要我去找的爷爷徒 我手中有他不少把柄 相信此刻 他正在官家面前全力为我分手 所以我们会有事 可你这伤 如果潘儿闻起来 你告诉他 我只是被囚禁 我没有事 让他千万不要担心 好了没有啊 好了好了 我这就是去开房啊 好 我就说嘛 顾千万肯定没事的 他毕竟呢是皇城私使 就算是玉林军 也不敢随便得罪他的 对啊 不对 可是千万没事的 他不会这么紧张 是啊 我不不不没紧张 到底什么情况你快点说呀 说啊 说 哎呀你别磨叽了 赶紧说呀你 我 我我我进去叫他名字 他也不答应 我估计可能是耳朵受伤了 他听不见 那是耳聋了 他不光耳朵有伤 我叹他的脉吸纷乱云砸 还有高热 可能还有其他的暗伤 这帮混蛋 到底给逃失了什么阴招啊 这是 没想到世卫司 会用那么阴狠的招 晃儿姐 你没事 大不了我去求零三四 陈连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只有一个人能求千万 麻烦你帮我引开 监视我们的人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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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